我们今次讲到圣灵能力中更新人的灵命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就是有很多信徒在疫情 在经济的问题 在情绪的问题 或者各方面他面对的问题 当他一有冲击的时候 也有些人现在又忽然去移民 当他一冲击的时候 他的灵命和神的关系会怎样呢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稳定和神的关系 是否可以? 非常稳定和神的关系 以至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站稳 而我自己发觉 因为我多年在传统的教会侍奉 在传统的教会读神学 我发觉是更新人的灵命和帮人的灵命 很强是颇为困难 很多人他只是理智上去知道神 但是他觉得他亲近神是少得力 而且因为有冲击他又很难站得稳 另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代 很多小朋友就跟他回主学 回教会 但是到了小朋友大的时候 比如中学年龄开始反叛 开始反叛的时候就说 我以前只是跟你乖乖回教堂 但是我现在已经觉得不想回教堂了 那父母觉得很困难 但是如果他们从小到大经历圣灵 或者是基督徒时时都经历圣灵 一祈祷立即感受到神的平安、喜乐、爱、能力 或者他都学习操练为人祈祷 小朋友都有的 有些地方小朋友为人祈祷 那些人都得医治的 一样可以带有神的能力 就算小朋友去服侍人的时候 那些人得到帮助 他们就会说 原来神这么真 原来我听耶稣说 我祈祷又可以经历神 我又帮人祈祷都可以经历神 这样的时候 他的信仰不仅在头脑上 也都是他整个与神的关系 而且在他生活之中 任何一方面 譬如他的情绪 他面对困难 他做工作的智慧 读书的智慧 都可以圣灵赐给他 这样的时候 他就觉得神是全面性 所以这个在圣灵里面建立人的灵命 是非常重要的 我讲一讲 我有本书叫《轻松德性》 里面有讲到 如何建立同神伤外的关系 然后处理生命 各样的问题 然后发挥生命 大家如果未有的 都可以跟我太太去讲 如何去取得这本书 里面也有讲到 如何同神有这种密切伤外的关系 同神是伤外得力 而当我们越是同神伤外 我越容易经历到圣灵的工作 我先请姐妹出来分享的时候 我想大家听一听 因为我有个机构 请我去讲一些聚会 以及有圣灵的聚会 他们比较放 在聚会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就发现 他们这班人很投入 我一带他们去爱慕神 有些人就开始经历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请了其中有几个人 去参与和服侍 主要是想他们观摩一下 当时的情况 让他们对神的工作更有信心 而且相信我们可以被建立 我的目的 是希望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被神建立 在五性上 在理性上认识神 还有在灵里面与神相交 并且带着圣灵的能力 这样你的侍奉就是全面性的 圣经都说到 保罗说到他说的话 传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员的言语 那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 他说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歧视和圣灵的能力 去叫人们顺服基督 原来全道都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 在《马可福音16章》也说到 你去普天下传福音及万民听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备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除了他们 就是奉我名赶鬼 所爱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这也是神想我们活在圣灵的同在和能力 也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 讲到圣灵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用神迹随作 证实所存的道 目的是证实神的话语 是从神而来的 目的不是只是看神迹 目的是被人看到 是活着的神去工作 我都顺便讲一讲 有些人就说 你们讲圣灵 有些人说你不是圣灵是邪灵 真的有人这样讲的 其实有反对圣灵工作的 有两类的看法 一类的看法就是 你走这条路都是圣灵的路 不过我们不走 我们走那些是福音派 其实我们都是福音派 我们都是信福音 都是信耶稣的救恩 悔改 信家主 不过他说我们 就没有了你们那一部分 讲到圣灵的恩赐 今天可以赐给人 今天仍然有神的能力 在你身上做工 你为人祈祷的那些人可以改变 并且可以经历神的工作 并且有人是有医治的恩赐 可以为人祈祷 并得医治 有很多人就不相信这件事 也有些人甚至 去到一个误解的程度 一赶邪灵 这些不是奉耶稣名 虽然奉耶稣名 但其实你不是靠耶稣 是靠邪灵的能力 极端的 有些中派就不会否定 他不会说我们是出于邪灵 他只是说我们不走你的路 但圣经说了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这个在《士团人传》第二章里说到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灵敲冠 凡有血气 当然说到基督徒 不是微信那些 凡有血气 你的儿女雪宜言 少年人见义仗 老年人作义蒙 就是说到 神想所有的人被圣灵充满 耶稣也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必得着能力去传福音到地极 而在《士团人传》第二章应验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立即说谎言 接着他们祈祷着很多神迹歧视 彼得立即带来医治 带来很多人相信耶稣 这个都是圣经所说的 但有些人说 这个是他们有个宗旨论 就是这个恩赐 只是在初期教会有之后没有的 但你看看经文 在《黄文多前书》十二章 讲到各样的超自然的恩赐 讲到圣灵所致给的人的恩赐 包括什么呢 医病的恩赐 作先知的恩赐 辨别诛灵的恩赐 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 都是比较超自然的 但保罗并没有说这些会停止 保罗并没有说到 以后没有的 其实今天依然有很多人 他们在圣灵的运作 发觉他们的生命可以提升 这个是第一种反对星 第二种反对星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说是邪灵 网上也有人 有牧师 他们就会请了一些不同的人来 他们就去过灵恩聚会 接着他就说身上有邪灵 他就说你去了聚会 有邪灵 张显 就是灵恩聚会带来 我跟这个牧师直接对话很多次 我也亲自见过他 我跟他说 如果你说我们有邪灵 不如你看我身上说 看他说不说得邪灵 他又不肯 他说我们赶不到的 很奇怪 他说你们可以收藏 误性可以一样信封音 但你的灵其实是邪灵 我就说你看到那些道士 就有很多邪灵 你道士没有一个顶得信基督徒 或者牧师为祈祷 他顶不顶 他一定会邪灵彰显 如果我们有这么多邪灵 为人祈祷 叫人经历邪灵 那你跟我赶 就应该赶到一些东西出来 我说你可以叫几多个牧师都可以 去为我赶邪灵 但他又不肯 这是很奇怪的动作 但他不断地说这些人是有邪灵 但这些人我们周时看到是什么呢 他们来到我们的聚会是有邪灵 我跟他说 你需要处理生命 你回去建立与神的关系 你需要处理你的罪、你的情绪 因为他不处理罪 他一直在罪中 那些邪灵是会拿着这些罪 不放手的 他说这个人是需要悔改 跟从神才能够赶出邪灵 有些人来了一次聚会 然后他就不清理 就找牧师了 他说我去完这些罪会有邪灵 其实他还没有清理 我也亲自去过一些传统教会 有些教会他也很接受圣灵工作 他请我去做圣灵聚会 中间有些人参加了聚会很多年了 我跟他祈祷 他也很惊讶 牧师也很惊讶 原来他身上有邪灵 即时有反应 我不是要控诉任何人 总之他有反应 我跟他说完邪灵没事 很明显 有些人给了魔鬼留地步 为什么圣经说有给魔鬼留地步 还有魔鬼可以透过彼得说话 有些人他本身扮偶像 他没有清理 没有处理 也都信耶稣之后 他不是真的听耶稣说的 他心里有很多污蔚 有些基督徒也会看色情片 他们也会犯奸淫 他们也会偷钱 他们也会骂人 情绪化 这样的时候 他经常被魔鬼留地步的时候 他里面有邪灵 他不是人家惹回来 他又在罪会中将邪灵彰显出来 之前没有彰显 就造成现在很大的分歧 我也想说 领恩派有些做法我是不认同的 因为圣经没有说 但我又不能否认他一定是错的 因为有些事圣经没有说 不一定是错的 但有些如果违背圣经的 我就觉得错了 有些人经常说 你去赶邪灵 你去宣教 你会惹邪灵 我就觉得 惹邪灵不是由这些来的 而是他生命有破口 他没有与神建立关系 还有生命中有罪的时候 就会被邪灵有攻击的机会 而不是因为我们去宣教 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同的 还有其他有些说法 我现在不详细说 我这次想说 让大家知道 原来在圣灵的能力中 更生人的灵命是非常重要 让他们的信仰 是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系 当他们有烦恼 他们可以找耶稣 不会活在情绪病的情况 有些基督徒都在情绪病的情况之下 我们首先重温一下 如何长期被圣灵充满 是我们需要长期去做的 第一是对付罪 不只是悔改 是憎恨罪离开罪 因为罪是比癌症更加恐怖 是会破坏生命的 那么我们是憎恨罪离开罪 第二就是圣经 时事深信圣经 和用圣经 很重要是走圣经的路 第三信心 相信神很爱我们 和很想充满我们 第四就是祷告用长时间爱慕神 不是只是祈求 是爱慕神 用心灵诚实 因为圣经说到 这个人专心爱我 我就要叫他成为尊贵 我将他放在高处 爱耶稣 神也都为他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所以我们在祈祷 应该更多爱神 神就会应允我们祈祷 我们可以祈求的 不过不用整日祈求 第五就是渴慕 很想被圣灵充满 很想被神使用 就像以利沙 他会跟以利亚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就是这种渴慕的心 第六 处理生命 处理罪 负面思想 情绪被人影响 一个人 整天都在情绪之下 他无可能被圣灵充满 第七 按手祈祷 和圣灵充满的罪会 有帮助 但必定是这个人要继续维持的 这几点希望大家恒心去做 经常都深信 负面情绪有伤害性 所以当你发觉 里面有负面情绪 我们可以选择 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还有我们有 可以开心的原因 我们有家人照顾我们 我们有教会 有好的教导 我们有经历过圣灵 我们就 时时想这些 就不可以想 那些人真是坏了 他伤害我 真是惨了 这些是会令我们有负面情绪 多一些想正面的 放下负面情绪的人 就会更加喜乐 平安 好了 当我们帮人 对不起 当我们帮人灵命的时候 这里简单地说到 首先要了解他 稍后我说到如何去帮他 了解他如何 聆听和了解他 我帮任何人 第一次问他 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因为这是最根源的 他和神的关系不好 他一定有破口 一定有问题 他的灵命一定不会成长 即他的心都埋怨神 他心都不喜欢神 他怎样可能是活在神的 外宗呢 怎样得力呢 怎样得医治呢 还有他没有第二行 他有没有从神得力呢 即他信耶稣是否得知识呢 他有没有祈祷得力呢 因为圣经讲到亲近神 神是会加力给我们的 叫我们的心欢利 我们的灵快乐 我们肉身安然居住 因此我的心不自遥动 他信不信神爱他和看重他呢 有些人觉得他自己很惨 好像孤儿 其实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是神体重的人 很宝贵的 这个也是圣经有讲到 我们是宝贵重要的人 不是骄傲 而是我们在神眼中 神很想祝福我们 每个人都想帮 第一 他信不信神是掌权和拥有一切呢 有些人信耶稣 但是他觉得 我的情绪病神都是帮不了的 我的内心世界都是神帮不了的 我的生命都是神帮不了的 这样的时候 他不信 他自然得不到帮助 因为他有烦恼 他就找精神科医生了 我不是说一定不找 有些人真的很严重的问题 他都需要找的 但有些人不是的 是很少的事 睡不着 耶稣真的有方法去帮助他 他信不信神拥有一切 我凡事帮助他 他觉不觉得神喜悦他呢 当我们爱神 听神说神就喜悦了 我们亲近祂就喜悦 就算我们做得不够完美 神也会喜悦的 还有有什么令他觉得难以讨神喜悦 他是不是觉得很难 就是我有罪 有罪 我们处理求主赦免 我们处理的罪 神就欢喜了 不是要等到我们完美 圣经说到 瑞利去到圣殿祷告的时候 他就是不敢望天 他在那里扔心口 求神开恩可怜我们的罪人 耶稣就说 他回去这个人倒算为宜 那么他是不是已经胜过罪呢 他没有 但是神都称他为宜 就是神起我们 是当我们悔改 神就起一个罪人悔改天上 为他欢喜 他没有走那么多路 他总之向着神去 神就欢喜 当然我们不要说 我走了这步就算了 以后就停了 我们继续走 但是你没有去到更加 属灵更加稳定的时候 总之你向着神的方向 神都欢喜的 我们可以随时相信 我现在努力爱神 以靠神 神是欢喜的 然后有什么令他觉得难以讨神起悦 他想不想生命被提升 他想不想 很多人不知是说 我只是信耶稣而已 我不用灵命高 总之我去到天堂 紧紧去到天堂 这个想法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耶稣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是想我们个人都放下自我来跟从他 而神是想使用我们 而个人都要交账 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没有做在主身上 这些人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事者所预备的永火 如果有人真的生命是灵果子 是灵果子 他是可以进入地狱里面 但我们不是靠帮人去到天堂 我们是信靠耶稣去到天堂 但是他信耶稣一定有果子的 如果他完全是灵果子 他生命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是靠这个行为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得救 然后有什么难了他生命被提升 是不是经常关注世界的东西 经常烦恼 罪 有什么原因呢 然后他相信全心爱神和遵从神 会带来整个生命的提升 他相信不相信呢 他听了耶稣说爱他遵从神 福祉神 神就提升他整个生命的了 其实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们信耶稣不只是信 是整个生命给耶稣 你的生命是提升的 其实是益了我们的 在这里受训练 然后用 是益了我们的 我们整个生命会得福的 好了 有一点我们帮助任何人的灵命就是 土神喜悦是不难的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 只要悔改 神就欢喜 当然他没有说我今天悔改 我明天又犯过奸人 我后日又悔改 我大后日又犯过奸人 这个就不是悔改了 悔改就是我憎恨罪 我知道罪有破坏性 譬如你明知道电油是不能喝的 你喝完 然后你洗碗 洗完 我翌日又再喝电油 现在的人不是用电油 他用什么吸那些 万能胶 古灵精怪 什么都有的 咳药水也有过 如果咳喝很多 又会飘飘然的 我们祈祷也飘飘然在神里面 曾经有一个吸毒的人 我和他祈祷 他说 你和我祈祷比我吸毒更舒服 在神的同在更舒服 就是说我们不要走那些路 我们走神的路 神是欢喜的 我们悔改神就欢喜了 还有 神是爱他的人 而不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心 未曾想到的 就是我们深信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所以是不难的 那你说 我不是很爱神 那你只要开始爱神 你想想 世上有没有一个人 常常对我们好 我们不听话 他仍然对我们好 他仍然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他接纳我们 世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以他能够凡事帮助我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真的感激神 喜欢神 欢喜神 我愿意走神的路 这个就是爱神了 我欢喜神 我喜欢神 我喜欢走神的路 我喜欢给神用 我喜欢神喜悦我 做的事是神喜悦的 这样的时候 你有这个心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你这个下半生会更加好 这个下半生更加好 不代表你没有病 不一定有病 一定是不好的 譬如我现在的声音不是好 但我就是依靠神 亲近神 不要紧的 现在就放慢一点 放慢一点就可以了 我不是要负责 我所有的一定要多大多大 但神都为我开路 其实这段时间我会更多的邀请我 去不同的服事 我都要有一点 我有时候说 我不能去太多了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 每一样都相信我们的意思 只要我们相信神的意思就可以了 还有 做一件小事 因为有人是属基督 而把一杯水给他喝 给属基督的人都不能有得上次 就是任何一样东西 我们被人 神都欢喜 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 所以 祷神喜悦是不难的 服事神是不难的 然后 祷神喜悦带来 整个生命的祝福 今次我所说的 就是如何提升人的灵命 第一 开始说到 问那些问题 了解他的灵命 第二 祷神喜悦是不难的 因为你一悔改 神就喜欢 你一爱神 神就喜欢 所以是不难的 你一杯凉水 神都喜欢 是不难的 然后 下一点就是 祷神喜悦带来整个生命的祝福 你整个生命是可以提升的 你不再活在这种惨犯 有些人就说 我现在很惨 哎呀 我很辛苦 就是因为他经常都注我 在他的问题 经常都被一些问题捆锁 他是可以被提升的 你看到我转一下 那就对了 你就不用动了 但如果你看到他转两下 你回到他转一个 让他稳定一点 那你同时都留心听到 那就是圣经说 你上次神叫你不要吵架 你就没有吵架 神叫你多些爱神 你有没有爱神 你多些爱神 你真的把耶稣放在手里 因为你的心就是天国充满 每个信耶稣都有天国在心中 不过有些人是1% 1%给神听话 那是什么呢 回教会 有些甚至是内众回教会 只是这一部分 其他什么都不听神的话 这样的时候 他就不是先求神的国 我希望大家都是先求神的国 对你有益的 你的生命就不会这么苦恼了 还有他的义 就是遵从 义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 信靠耶稣 得到耶稣的义 第二就是遵从神的义 就是遵从他的戒命 这样这些一切就会加给你 那你说我没有 你爱心爱神 神就会给你 我真的很感谢神 当我信主没多久 我见到神这么真 我就不断传呼吸 还有没多久 我就跟神说 如果你的心意我愿意将来成为一个牧师 神就为我开路 让我有机会读很多书 很多东西 在我生命中不同的时间 都要学到不同的东西 学到譬如弹琴 弹吉他 这些是其中一部分 学到解释圣经 给我两个识经神学的石士学位 也都让我有机会看到圣灵的工作 经历圣灵的工作 学到怎样运作 也都分辨哪些是合乎圣经 哪些是不合乎圣经 神也都给我圣经的教导 发扬神的属性 神的美丽的圣情 就让人整天都看到神的美善 那这都是神将这些好东西给我 又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太太 我们有好的关系 相爱关系 也在侍奉上 祂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祂也给了我很多好的意见 我会接受为好的意见 不会接受为一个批评 而是接受为对我的帮助 这些就是加给我们了 还有这个人专心爱祂 神就将祂安置在高处 叫祂成为尊贵 你就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我们不知道我们离世的日子是怎样的 如果你真的听神的话 耶稣又未回来 那我们离世的 首先在你的墓地 会写这个人是很尊贵的 可能有人会写 祂祝福了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不仅仅是坟墓 而是祂说 祂一生祝福了我很多 祂祝福了我和我认识的很多人 都被祝福了 我真的很感激这个人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说 我听神的话 爱神 专心爱神 我的生命一定被提升的 还有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就是说我经常数算神的好用 我就喜欢神了 当我喜欢神的时候 有什么效果呢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还有叫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成为尊贵 所以以神为乐 是非常之 真是好着数的 我们不要为了着数而去这样做 而是真的会带来祝福 而欢欢喜去做 经常都说 神你真是好 多谢你 多谢你 你创造真是好 你感动我真是好 你改变我生命真是好 我不听话 你都改变我 你真是好 我荣耀你 我全人福音 你又纪念我 你真是好 时时都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都告诉人家 你做任何事 神欢喜 神都一定祝福你的生命 你就不用再在烦恼里面 所以基督徒是可以 直接很超脱的 经常都是一个 起落平安的状况 行在一个起落平安的状况 这个不是一个理论 是真是可实践的 是我自己一直在实践的 我希望大家都活在 这种状况之中 好了 帮助人经历圣灵 对于更生灵命的帮助人 这种非常重要 就是原来我们不仅是理智上 应该是理智上帮他 他学习亲近神 但是很重要 是帮他经历圣灵 而这种东西是会对他的灵命 很有帮助的 Alex 你要留心 你看着这里 总之见我一按 请你给我按 去那边 好了 就向他解释 神是可以经历的 圣经说了 圣灵将神的爱 图固在我们心里面 当我们常常亲近神 我们的心欢丽 我们的灵快乐 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圣灵医好凡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圣经说了 努苦丹重丹 来到耶稣得到安息 亦可以奉耶稣命赶鬼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圣经说了 神可以经历 而经历他 是会更新他的生命的 让他知道 心灵的祈祷 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和灵发出对神的爱 不只是口说 整个心灵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感激你 我欢迎你从心底处发出 你就随时得力 那些人 经常都 只是悟性祈祷 只是为自己祈祷 神啊 我好惨啊 我好病啊 哎呀 我睡不着 哎呀 我好惨好惨 他说了很多次都是这样的 经常这么说 他都是一样的状况 因为他不是整个心灵 现在他觉得 他好惨啊 他不觉得神祝福他 他没有相信神祝福他 所以他祈祷 是注目在他的困难 他有时越奇越无力的 但是当我们整个心 相信神最好的 我们全心爱神 神一定祝福的 学习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其中一样东西可以练习 就是感情 喜欢神 你和你的家里都有感情的 你和家人有感情 我们和神应该更加有感情 神这么好 和神有感情 是圣灵充满的其中一步很重要的 你每天都和神有感情 喜欢神已经可以越来越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互动的祈祷 就是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一定会喜欢的 神一定会祝福的 神一定会更新我的生命的 不是只有自己说 我祈祷神一定会有回应的 祂未必照我的方式 祂总之会回应的 这就是解释给他们听 我想说的不是只是解释给你们听 你们向人解释都是这样解释 所以这张纸是教你 如何逐步帮他整个生命提升的 可以有互动的祈祷 一边祈祷一边相信 神一定喜悦和回应的 更加帮他经历圣灵的作为 当他这样的亲近神 第四 让他知道圣灵充满的人 为他按手祈祷可以带来益处的 下面就是经文 《生命记》 《约书因为摩西曾按手的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有些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过这些经文 他们可能看过 不过一看过又没有留心 我以前也是 我看过 为什么我没有留意到 我觉得这些是初期教会有 现在没有的 但我后来经历按手的能力 和为人按手他们都经历圣灵的能力 我就知道今天仍然有 你看回 在旧约摩西约书是已经有的 然后《提摩太前书》 四章十四节 《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和纵掌路 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借着预言和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而《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就是我提醒你 将神借我按手 这里很清楚 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 大家有没有听过人说 如火挑旺这个信息 有没有听过 不过有没有听上一节 是借按手所给他恩赐 很多夏令会 就有如火挑旺的信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 这些夏令会 不过他没有说上一节 经文只是讲到下一节 是讲到按手祈祷可以带来的祝福 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 《撒玛利亚的信徒》 《使徒彼得约翰》去为他们按手 他们就受了圣灵 然后《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 《阿拉利亚》 去为素罗按手在他身上 他说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这里讲到 为了叫你能够看得回 还有可以被圣灵充满 就为你按手了 然后《使徒行传》十九章六节 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 以忽所人的身上 圣灵就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谎言又说寓言 这些经文都是圣经有讲的 好了 我们为他按手之后 首先按手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喜悦神 问他我们自己投入爱神 为他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有一句说字 不要说很多话 不要硬说 很多话 而是多谢天父 耶稣真好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当他喜欢神 享受神 问他有没有经历或感受 如果有经历 平安 轻省 安慰 感动 喜乐 能力 身体舒服 就可以用经文告诉他 这些经历是从神而来 就鼓励他 神回应你的祈祷 神在祝福你 就是告诉他 神在祝福你了 你可以回应他了 第二就是请他自己投入去爱神 就是他自己投入去爱神 有没有更加经历强烈的同在 如果有的时候 他就学到这个心灵的祈祷了 我在讲讲那个聚会 曾经有一个姊妹 她即时经历很大的喜乐 那我就叫他 你试试呼叫耶稣 他一呼叫 那些喜乐涌出来 我说你看一下 立刻你做得到 接着我说 你试试在心想耶稣 一想又立刻起来 我说你保持 每天都这样做 每天都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保持这个圣灵的充满 是发自你的心灵的深处 这件事是难学 但又是容易学 为什么难学呢 有些人是很难做到 怎么从心底发出呢 但又很容易学 当你想到喜欢神 神真的好 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 不过有些人是很难学的 我希望大家觉得不难 因为神很喜欢祝福我们 只要我们听耶稣说 神一定祝福的 就是告诉他 你投入更加强烈 就是说你做对了 你用了心灵 你继续去做 第三 我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 我初球 安卡罗 阿根廷的布图家为我按手祈祷 我就经历了很大的能力 爱 涌回流在我里面 很大的能力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第二晚带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去 参加的时候 我一 我其中一个人 我拍一拍她 一叫她 一叫一碰 有点电流在我手经过去的那里 后来有一次 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参加聚会的时候 她围着一个圈 我想进一个圈 我拍一拍她 让我进来 我拍一拍她 她整个跌在地上 那时候我才发觉原来在我们身上可以即时带有这个圣灵的能力 那我就发觉 我一呼叫耶稣 我立刻里面有能力流过 我到今天都有的 那我就回家 一路 初头只做呼叫耶稣 每一次呼叫耶稣 就有能力流过 那我就慢慢学到 不用呼叫耶稣 是心爱耶稣 因为我们不是整天祈祷都是呼叫耶稣 心爱耶稣 感激耶稣 一样 神的同在临在 那这个就是我学到如何发自心灵 那我希望大家都学到这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 如何用心灵 起于神 就会经历到神的工作 你整个生命就会被医治安慰 以及有能力去祝福人 那也鼓励她将圣经形容 不只是经历 有些只是经历了圣灵 就不看圣经 他说我现在超越圣经 不是一定要跟圣经的原则 一定要走圣经的路 遵从圣经的 第四 一边相信神很喜悦 祂毁身爱他 就是一边做的时候 一边深信神很喜欢的 神在祝福我的 提升我的 有这种信心 好了 如何处理难受生命的更新因素 因为有很多人 先说到如何提升 但是很多人生命里面有很多难阻的 他没有动力 就引导他告诉他 你信不信神爱你 以及凡事祝福 凡事遵从他的人 你想不信神祝福你 你信不信神祝福最好 就是用他有这种动力 这是说动力 有些人是没有动力的 他就是什么呢 他经常躺在这里 就上班 回家吃饭 看电视 看手机 睡觉 他的生命是这样的 我已经很忙了 我没有空去找神了 有些人都是这样的 第一他说 我没有空回教会 你先不要想回教会 你自己祈祷 求耶稣赦免你 跟神的关系开始 先不要想到要做什么 是想到有个神是真的 好了 那你相信吗 你真的亲近神 神就祝福你呢 第二 他想不想进入神奇妙的计划 你信不信神 祂的计划是最好的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你的生命会去到最高的层次 那你想要进入这个计划 有些人说 我不信 那你信耶稣 你信什么呢 你信这个神是不是全能的 是不是爱你的 是全能爱你 那他会不会想祝福你 我太没用了 太没用是哪里来的 是神来的 因为你自己要来 是哪里来的 如果是自己来 是可以清除的 对不对 不过有些人就不会这么清晰 跟你说 他只是说 我不想动 我是这样的 我习惯了几十年都是这样的 有些人就生命就是 不跟神有关系 他就觉得 我做我自己的事 才是我最想的 但其实他生命是很多问题的 我自己 我真的看回我人生很多东西 我真的觉得 神是全部为我开路 我回头看 我看到我认识某些人 是神为我开路的 去接触某些人 为我开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都会看到 因为有几个人 你看到你在生命中 有某些点 是神安排你进入一个计划 有几个人 有经历过这件事 举手的 我希望大家多一些 数算神的恩典 去发掘更多这些 神在你的生命中 如何带你进入祂的计划 我不是先说到最高的计划 就是说到某些人走了某条路 真的是更加好的 那我们就感谢神了 他珍不珍惜他的生命呢 你觉不觉得你的生命是宝贵呢 因为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没有用的呢 有没有宝贵的呢 你想要珍惜呢 那么他满足 是不是满足以往的生活 你一世人都是这样 你满不满足呢 那希不希望得到神的祝福 和祂的喜悦呢 回头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有很多问题 他觉得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他 他说我很多问题 如何影响你 那你想不想处理 既然影响你 你想处理 你相信这些问题 能够续一处理吗 他说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呢 那些人有很多问题 那些人有问题 这个世界各个都有问题 世人都犯了罪 那他有问题 是不是你一定要很惨呢 是不是那些基督徒 每个很好的基督徒 都一定家里 各样都很顺利呢 有时候不是的 他家里不好 但是他自己依靠耶稣就有力 就是不是一定要受人影响 那么他想到什么方法去处理 你想不想想到呢 那有没有想过 越跟从神 问题就越得到解决呢 有些人就不相信全面跟从神 令他生命蒙福 那么回应他 那这个是圣经说的 你相信神是全能 他答应一定做呢 很多人全面跟从神 都发现整个生命越来越好 你想不想呢 这里有几个人 你发现你听神说 你的生命越来越好 举手有几个人 感谢神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这些榜样进入 而我们进入了的更加进入 不要停留在 已经去到第一级了 比如小朋友 不要说 我现在升了 由低班升到高班了 我们小朋友 不会说一世都说 我去到高班了 到大人都说 我现在去了幼稚园 高班 别人说 你不是幼稚园 你是大人 所以我们不是只升级到有钱 高班了 我们一直升上去 你看到这么好 那原演跟从呢 你有什么原因 难阻你相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如何处理 这些就是说 帮助整个人的生命 看到神有这么奇妙计划 而不难的 你走任何步 神都喜欢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上 向前 更加给神使用 我想大家在这一阵里 默想一下 大家站起来 去 跟神沟通 神啊 到底这些计划 这些灵明 首先是否进入我们的生命 然后我们怎样去帮人 进入这些生命 在这个心里说 耶稣啊 祂帮我信你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你是凡事都能的 我们进不进这个计划 我们以为一世人 就是追求找做工 生儿子 养儿子 照顾的儿子 是不是只是人生就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人生 是有更 完美 更美好的计划 多谢天父 你跟神去说 你说 神啊 我希望你也是跟神说 我愿意走你的路 还有你想一下 你的生命有什么 卡住 有什么卡住的呢 你就跟神说 神啊 你帮我拿走这些卡住的位置 我愿意走起神的完美计划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私恩祝福 联敏 求主与我一切 求主与我们一切 打开我们的心 渴慕神 更美好的计划 阿弥险神 阿弥险神 受了很多苦 以往很多挫折 很多困索 我何必是這樣的呢 那裡要開一個琴 謝師父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那裡不用動的 現在沒有開到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好 這一陣子我想請大家站在前面 我想帶著大家去 去喝武神 這裡可以繼續拍我 OK 好 我們呼求耶穌 親近住耶穌 那些聲音有就可以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O 耶穌 Hallelujah 耶穌真好 耶穌真好 你跟耶穌說 耶穌你真好 有你真好 你有很多禮物想賜給我 我願意進入你的計劃 有幾個人願意進入神的計劃 你可以舉起手 我願意進入神的計劃 給神使用 你就從心底處歡喜神 神啊 我歡喜你 我喜悦你 我喜歡你 O O O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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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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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心底處 神啊 我們感激你 我們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喜歡和你一切 我們需要你帶領我們 O O 耶穌 Hallelujah 放下我的重膽 胸口放鬆 把手放在胸口裡 掃一下它 把裡面的不開心 壓抑 可以掃走它 O Hallelujah 去呼叫耶穌 耶穌 Hallelujah 耶穌 Hallelujah 可以站前一點 耶穌 我們呼求你 我們仰望你 我們感激你 讚美你 O O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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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飛到你那裡 神啊 我飛到你的懷抱 飛到你的懷抱 O 詩條 飛呀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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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耶穌 懷抱裡 飛呀飛 飛呀飛 飛到耶穌 懷抱裡 你用個輕省的心 神啊我真的 可以一直飛去你那裡 神你很歡喜的 當你的兒女 飛去你的懷中 你是很歡喜的 我們就飛去神的懷中 Hallelujah 飛呀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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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耶穌 懷抱裡 Aleluia 飛呀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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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耶穌 懷抱裡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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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放我們來用諸詐 會放我們的鈴 Aleluia Aleluia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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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重担卸下 是我能得释放 释放我们的灵来认为你 释放我们的灵所有的重担 释放我们的灵使我能几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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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我们的灵来认为你 把你心里的重担吹出来 把烦恼吹出来 有耶稣帮我 我什么都不用惧怕 我有耶稣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用怕 我什么都不用烦 有耶稣帮助我 我就凡事得到帮助 我就凡事兴成 神一定会提升我 我就有喜乐 有平安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用猪撩 我有者喜乐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肥世界所知 肥世界所能斷去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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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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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讓我們活在喜樂之中 讓我們活在平安 輕散的裡面 所有重担釋釋放下 所有煩惱放下 神大我願意走你的路 我將身在獻上當作活祭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神你一定祝福我提升我 我就將這些重担放下 所有重担放下 所有煩惱放下 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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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愛你 耶稣 耶稣 我想愛你 耶稣 我想愛你 耶稣 我依靠你 耶稣 我依靠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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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靠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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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處可以停止 這個繼續笑錄 直播可以停止 多謝耶稣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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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服侍队可以为他们祈祷 释放我们的灵 我们呼求耶稣 一起去呼求耶稣 我们呼求祢 喝上祢 我们喝上祢 我们喝上祢 我们感谢祢 我们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Oh Yes Oh Joyce Joyce 免他祈祷先 Yes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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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欢喜祢 Yes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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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